花蓮县政府推动台湾名茶计划 带头率领南区三大茶区的茶农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设置了 花蓮蜜香红茶产业馆 推广行销花蓮在地的蜜香红茶 以及各项的农特产品 也获得了茶农热烈的回响 由于去年有些茶农在展售期间 业绩拉长红 因此14号上午瑞瑞香农会 办理了摊位位置的抽签作业的时候 十佳的茶农是磨刀霍霍 准备要赚大钱 接去年首都在南港展览馆 设主题馆新郊花蓮 蜜香红茶特色茶一炮而红之后 今年县政府不但乘胜追击 主办的瑞瑟香农会 委托设计单位统一布置场馆 展现花蓮县整体风格与特色 吸引人潮提购买器 整体设计也令茶农们很满意 由于去年餐展摄滩的部分茶农 在短短四天的展售期间 创下了五六十万的业绩 因此今天上午农会办理 探位位置抽签作业时 十多家的茶农摸到霍霍 希望这一次业绩也能拉长红再创纪录 最大敌人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其他的啦 我说场地啦 现在大家都想要拼了 对 这一次以花蓮蜜香红茶 即产业馆为名的产销活动 除了农政单位协助 茶农店家也出两万三的配合款设摊 主要是以蜜香红茶品系列为主 再搭配苦茶油等花莲特色农产品 并将在11月13号到16号一年四天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展示展售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